大家好 大家好 怎么那么小声呢 烧虾 刚刚声音突然卡住 刚才经过我们家里的这个门口 那花姐今天这个花儿开得特别漂亮 那于是我就又折回家里拿了这个自拍棒 来跟各位做一个直播 我们为什么想要直播 因为那花我们是用叉枝的方式 不是说去花钱买的 我们才会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讲 因为是用叉枝不用钱的 然后它居然也开那么多花 我们才说要介绍一下 那因为我们家这个门口种的花 在台北市的路边 是比较少见的 对 因为很多人在家里门口有种花 对 那我们这种花是比较少见的 对 所以我们也要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因为这个 百日草 最近长得特别漂亮 天气变冷了嘛 所以它长得特别漂亮 这百日草据说是原产地是欧洲这边嘛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呢 在台湾的话它要长得好 要在冬天气温比较低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叶子都变得比较大叶了 然后花朵呢 也一朵一朵 开得蛮好看的 也比较大朵 对 也比较大朵 而且 数量上也变得比较多 那不过由于这个已经种了一阵子了 大概半年左右了 那有些老态的 像有些部分 这个就有点干燥 它没死 只是一个部分干掉了 这样 那这个一颗 这是算一颗吗 对 有的部分是已经枝条已经 对 枝条已经 就是比较干掉了 不过现在因为气候条件好 所以它 它花朵也不断的开起来 那当然有些是我另外自动缓止的 自己繁殖的 这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 百日草它的花朵 干掉以后 就把它拿来 放在这个花盆上面 它就会长出新的 这些都是新的吗 对 这个都是新的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本来长很多 结果都被那个 蝸牛偷吃 对 他们偷吃 粽子的壳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 有没有 粽子的壳 这里 有没有 有没有 它壳又那么大吗 对对对 它长出来了 它本来这边也有一小撮 结果被蝸牛吃掉了 所以 自己育苗是OK的 不过可能还要另外找一个 比较 比较没有蝸牛的地方 会比较好一点 那就可以要移植了 对 不过我这个百日草 当初买是买多少 我记得是 一颗五十的样子 然后分成三 三桌 不只啦 我买的是八十的吧 没有啦 两颗一百啦 我买两颗一百的 最近才比较贵啦 可能季节到了 我买的是比较大多的 那最主要就是 这是百日草 它开得很漂亮嘛 那当然除了百日草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啦 来 我们去看 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阿美美种的 对 这个就是当初我女儿去花市买 一盆一百块的 然后我就跟她要了一些枝条 回来擦的 这些都没有花钱买的 这时候一直 它有多长了 就一直剪下来 一直擦一直擦 然后各位看 哇 长得很不错喔 好漂亮 对 那 为什么 我要特别来拍这个 这个就是 我设计的这个 用水管来种花 所以我要特别拍一下这样子 因为 因为你如果有一根锤子的排水管 在那边好像不好好用一下 也是浪费 浪费它的一个才能 所以我就把它设计一个用水管来种菜 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一根水管 一根水管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个用束线 把这个绑一下 然后把这个花盆 就是挂在这个 树线 做的一个 一个环嘛 有没有 把那个这个 塑胶环把它挂上去 就好了 那由于像 像这种在 种这个 观赏的 花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盆子都小小的 很容易缺水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用这个 自动浇水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自动浇水 那我就是 每一个都有 插一个自动浇水 前一阵子有下 那 都有插自动浇水 所以说你在 在户外的时候 就不会有缺水的情形 有没有 这个 这个也是 你看 这个有吗 有这个有啊 有这样就插 刚才那两根 是被你拔下来 因为太湿 前一阵子太湿 拔下来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滴贱嘛 一进四出 所以 买一组滴贱 可以滴 滴四个 四个花盆 所以他 一支滴贱 可以四个花盆 那 那我们这个有八朵 八个盆子 就用两组滴贱 一进四出的滴贱 两组 那就够了 然后再把水管 这个 这个供水管 滴贱的供水管 就拉拉拉拉 拉到那个 那个 那个 叫做 电磁法 来定时 定时 跟他交水的动作的电磁法 嗯 那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牡丹嘛 也叫太阳花吧 太阳花 不是松月 本来是另外一个是 马尺牡丹 马尺牡丹嘛 比较大的 对 那很会开花 几乎每天都开很多花 嗯 也是也不一样 现在是 是算 刚开始而已嘛 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最近 蛮适合它长 对 就是说 刚种不久 但如果说这个体积 再大个两三倍 那就相当壮观了 这整个 整个水管啊 都会被它覆盖起来 所以我都是用叉枝的 会觉得很壮观 我都用叉枝的 我没有买那个 一盆盆的没有 对 都是叉的 它很好繁殖 就是拔一根 然后叉的就繁殖了 叉的时候要叉深一点 叉深一点 有时候太浅的话 有时候它有东西就 掉出来 掉出来 然后就长得好 那也不能太潮湿 对不对 因为太潮湿 所以把它拔掉 现在又太干了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很难耶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上面 上面三 三四个 比较大 下面 因为有一阵子 就太潮湿 就烂掉虫种的 所以比较臭 对 基本上都长得很好 各位看 这叶子很多啊 密密麻麻的 然后每一个头都有花 对 我觉得很漂亮 对 所以各位也是 可以自己在家门口 那种一些 麻痴牡丹 非常会开花 而且开的花朵也很漂亮 那像我最喜欢这种 它这种 有点色彩变化的 这个 这个 就这个 这个看起来很漂亮 这个也有 黄色也是有过分 黄色比较看不清 不过这个 颜色比较丰富一点 对 对 因为前阵子 应该发誓都很多 很多人在卖 最近应该也有 对 我是觉得这种东西 不贵 然后又漂亮 对不对 太贵就不要考虑 阿妹妹的想法都这样 太贵东西就不要考虑 对 愿意的话 然后 又很多 就可以考虑看看 对 所以很漂亮 真的 拍得很漂亮 要糟糕一点 好 好 那以上呢 跟各位介绍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 门口的这个 小花 那个 马尺 牡丹 对 感觉很漂亮 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在自己家里 种一些 装饰一下环境 很简单的 也很便宜 对对对 好 那今天的这个 直播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